来,继续看书名,书名我们问阿宝老师 他说呢,那个到底是什么类的白鸭 啊,要用什么类的药物 是不是有一个预防性的农药和这些困境 可以来使用,书名,书,书法的书 来,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在桑柄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好像白色的东西 把他拔掉了,然后他的桑呢 他在那里就这样凉凉凉凉凉 这在我们的产地,有去看到这种的情形 这个桂子,桂子的桑头是这里 我们说到这个桂子,大概是这种情形 看得到的大概就是两种原因 一种男子疫病,不然就是类似 像有这种白菌病 白菌病这种的一个东西 因为疫病 疫病通常都在这个桑柄面 如果在这个地面上 地面上的这个地方 算一个桑柄面 他在白色的菌丝 在他的标面 坤柄 那种东西 那个坤柄,他的白色的菌丝 一张招,还是有点粉粉 总的把他抗起来的这种感觉 如果这种情形 这些桑柄都是疫病 还有一个很像的 就是这个白菌病 一般白菌病 白菌病,他的菌 这一年我是觉得 他以前的人 在形容这个东西 形容得很好说 捐就像丝那样的一个东西 像矢柄这种 所以他有时候 搭一张矢柄在这个桑柄 但是他发生的一个位置 通常在那个桑柄 在筋的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他 甚至桑柄面 你会看到有稍微砍白痴 我们听众朋友 这个问题 这看起来 桑柄面 这家好像还 看起来 没有很明显 有白色的菌丝 当然 有的说落在桑柄 有发白痴 白痴那种 这些毒素 不是 毒素都是这种 霉菌的一个影响 那是这种 白菌病来说 他是啪在桑柄 那个菌丝 他会发白痴 发白痴 发白痴 通常都是什么 都是这种 霉菌的一个 这种 也是真菌类 但是那些是 辅生性的 就没什么要紧 但是你在管顶 固一年 这毒素 应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应该都是这个 疫病 尤其我们听众朋友的 这个 这个桑柄的 这个桑柄 管顶 固件的所在 哪种叫菌水灑到 这有个桑柄 这种情形 这有可能 就是这个疫病 他现在得到 他脏 所以 这个要稍微来 注意 那在桑柄 就是变成我们在说的 在桑柄 就是水凶 所以这应该是 这个疫病 这对桑柄来说 疫病 这种是桑柄 都一定要 啊 相当的一个 这个小心 所以一般 我们在用的这个柑柄呢 大概就是说 像这 卡严重 三天五天 你就要灌一次 三天五天 一直用 啊 当然 柑柄要轮 基本上呢 这个小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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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够呢 比较好担保 啊 尤其这在桑柄面 这才 我们一般就是说 我们的建议 大家做参考 用 美达乐 美达乐 这类的 对这个疫病 他有一点点抗性 疫病已经有一点抗性 但是美达乐 在植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们的那个 尾管室里面 较容易移行 所以我们用美达乐 美达乐 加这个 达妹分 还是美达乐 加这个普巴克 还是美达乐 加这个 这个 医德利 大概是用这种方式 来做一个 这个处理 所以这个疫病 一定要沦流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不一样的 他有时候 我们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刚种下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医德利 就是这个 打妹分 还是也脱敏 如果是冻不住的时候 就是用普巴克 那时候也比较大 一小小 因为普巴克 比较容易要害 普巴克比较容易要害 所以这有时候 我们是 在这个方面 可以给朋友们了解一下 这个每一次在灌 就是头那两边最好 灌一下 这个殉状腰保肝菌 它可以增加它的 抗性 它有这个 异性的这个油 这绝对是 可以有这种效果 在这 这不能够掉到 这15仙就要先以后 提早就要用 你如果等到看到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稍微慢了一点点 但是你也是要继续处理 不然会 会造成很大的损失